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边的人也会产生斑纹 然而关于斑纹还有另一个说法 那就是当他带来巨大力量的同时 却也已经提前预知了那位剑士的寿命 毕竟斑纹显现时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肉体 并不是什么正常现象 所以凡是开启了斑纹的人全都火不过25岁 因为秘里的表达方式过于模糊 导致大家都听不懂 于是便由吴依郎向众人说明开启斑纹所需的条件和特征 正当众人准备商量鬼杀队接下来的行动时 水柱富刚义勇却起身打算离开 并表示这些都和自己无关 他们决定好了就行 临走前还说了一句我和你们不同 听到这句话后身为丰柱的不死川实民异常愤怒 他完全误解了义勇的意思并理解成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会议结束后 严重悲鸣语叫住了吴依郎 并想询问他更多有关斑纹的事 如果真的像天鹰大人所说的那样 那么年仅14岁就开启了斑纹的吴依郎 岂不是也无法逃脱25岁就死亡的命运 然而吴依郎却表示他已经做好了觉悟 而且就是因为开启了斑纹 自己才能战胜12岁中的上险之舞 吴依郎让悲鸣语不必为自己担心 比起他 悲鸣语还不如多关心 同样也开启了斑纹的秘里还有小巴内 悲鸣语对吴依郎在这个时候提起小巴内感到很压抑 吴依郎反而问他 难道没有发现小巴内喜欢秘里这件事吗 然而真正让悲鸣语惊讶的不是秘里的恋情八卦 而是一向待人冷漠的吴依郎竟然也发现了这件事 因为过去的吴依郎由于年幼时悲惨的经历 让他丧失了记忆并且缺乏情感 然而在断刀人之村时 吴依郎的一句话让他联想起去世的父亲 还有虽然弱小却拼命帮助自己的小铁 幸好有他们二人吴依郎才能恢复记忆 并像从前那样敞开心扉 观察别人的温情 因此悲鸣语也为他的转变而感到开心 在和悲鸣语谈话的时候 吴依郎想起了之前断刀人之村的那个约定 并让他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发生在和上险之五玉湖一战后 吴依郎回到了村子里 虽然受到了两只上险鬼的袭击 并出现了许多伤亡者 但村子的损害已经控制在了最低的限度内 而且村民们也逐渐搬到了 之前为了预防万一所建设的空村 看见吴依郎的到来 他的新任刀将铁学生立刻上前迎接 而吴依郎也表示 自己想要赶在村子消失之前 去击败他的前任刀将铁锦户 同时也想见见小铁 随后 吴依郎便在铁学生的带领下 来到铁锦户的坟前献花 接着又前往小铁所在的丛林边 只见小铁一个人孤单地蹲坐在战斗人偶 远一灵士的面前 一旁还放置了许多零件和器具 看见吴依郎出现在这里 小铁感到非常惊讶 并上前关心他的伤势 因为在那一场战斗中 吴依郎甚受重伤 甚至还口吐百磨不省人事 吴依郎则询问小铁 他怎么没搬迁到新的村子去 小铁低声地回答道 因为元一灵士还没有修好 所以他不能去 吴依郎感到很自责 难道是因为之前被他弄坏的关系 所以才没有修好的吗 小铁却否认说 虽然当时吴依郎斩断了元一灵士的手臂 但却还能运转 并作为炭治郎的训练对象 炭治郎不但击败了元一灵士 还在他的体内发现了那一把战果时代流传下来的刀 不过这也导致人偶里面的机关出现了故障 不管小铁怎么修理 都无法重现战斗训练用的剑行 看见小铁如此沮丧 吴依郎安慰他 不如先带去新的村子再慢慢修理 面对吴依郎的建议 小铁却沉默不语 因为断刀人之村的村长已经说了 要是这两天在村子搬迁完毕之前 元一灵士还不能正常运转的话 就只能把他丢掉 因为对付恶鬼需要用到日轮刀 所以村子的搬迁势在必行 并且要迅速和隐秘地完成 为了避免被恶鬼掌握行踪 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特殊的方式运送 能带走的物品非常有限 而派不上用场的也只好弃之了 说着说着 小铁便哭了起来 吴依郎心想 如果是以前的自己 一定也会认同村长所说的话 不过现在的他 却认为这种说法太无情了 随后便对小铁说 尽管只剩下两天的时间 但他也会帮助小铁 一起把元一灵士修好的 虽然小铁很困惑 这种话怎么会从吴依郎的口中说出 不过他也立刻收拾心情 和吴依郎分工合作 开始对人偶进行修理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傍晚 吴依郎负责重现元一灵士的动作 而小铁则在一旁把他记下来 这时吴依郎脱去了身上的队服 并展露出了结实的肌肉线条 原来吴依郎脱掉队服 是要让小铁看清楚他手臂的动作 因为他常年总是穿着宽松的队服 就是为了让敌人无法预测自己的动作 休息期间小铁称赞吴依郎就算只和元一灵士训练过一次 便能记住他的动作 相比之下自己既没有刀匠的天分 也没有机关方面的才能 实在是太差劲了 一旁的吴依郎却感叹到自己并没有小铁说的那么厉害 他在小铁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有握过刀 父亲也只不过是一位巧夫 父母去世后自己就和哥哥相依为命 在他11岁那年 哥哥被恶鬼杀害之后 他才成为了猎鬼人 而且如果想要扭转乾坤打败强敌的话 那就快来玩神魔之塔和炭治郎三小强一起过关斩将 解锁更多的呼吸法新技能 神魔之塔在2021年3月29日至4月25日和鬼灭之刃合作 合作期间登录指定片数 还可以免费获得迷豆子的角色卡哦 和可爱的迷豆子一起组团升级 不管是战力爆表的迷豆子 还是软萌可爱的迷豆子 你都可以轻松拥有 而且角色技能特效 大量还原的援助 还配上了日本双优语音 带你体验和炭治郎一样的热血战斗 和鬼杀队一起迎战强敌 十抽角色 全部都配上相应武器的龙克武装 炭治郎强悍的水之呼吸 善意霸气的霹雳一闪 迷豆子的血鬼术爆血 还有一只柱狂野的瘦子呼吸 通通都等你过来解锁 赶快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 下载神魔之塔APP 更多精彩的玩法等你来玩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密里爽朗的声音 她的手里还抱着装有大量饭团的巨大盘子 原来密里同样放心不下村子的事 所以也想过来帮忙 毕竟她的力气很大 可以帮忙搬很多东西 可是来了以后才发现东西几乎都搬完了 之后她遇到了铁血森 并告诉他小铁因为修不好原意领事 一直在烦恼着 吴一郎有可能去找他了 所以自己便来到了这里 小铁为提起了吴一郎伤心的往事道歉 但吴一郎却表示 多亏了小铁和炭治郎 自己才能重新想起哥哥 看着这样的二人 密里红着脸说道 吴一郎和小铁已经成为朋友了 真的太可爱了 小铁连忙否认说 身为住的吴一郎 又怎么会成为他的朋友呢 然而吴一郎却打断了他 并说小铁就是他的朋友 之前是他错了 因为自己曾经傲慢地认为 住的时间更有价值 断刀人除了打造武器之外 一无是处 他当时甚至不能理解 小铁和炭治郎的所作所为 不过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因为打造一把刀 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断刀人不帮忙打造日轮刀的话 鬼杀队的剑士就什么也做不了 剑士和断刀人是彼此互相需要的关系 吴一郎低下头 并为自己曾经的自大向小铁他们道歉 随后又接着说道 自己被小铁和铁血身打造的日轮刀所救 而炭治郎也因为钢铁种所磨炼的刀才得以获救 因此炭治郎说的没错 剑士和断刀人同样都是在战斗 这时小铁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而蜜里也紧紧抱着小铁和吴一郎一起嚎啕大哭 还对恶人说他做了好多饭团 自己也会为他们加油的 要是这一幕被小巴内看见了的话 估计他的假想情敌又要再多加一人了吧 到了最后一天的傍晚 袁一灵士总算修复到一定的程度 而铁血身也为小铁松上热烈的掌声 并对他说 村长要把修不好的袁一灵士丢掉是骗他的 为的就是激发小铁的潜能 但小铁却对他们说 要是没有吴一郎的帮助 自己可能早就放弃了 而且他们也约定好了 等小铁把袁一灵士完全修复 吴一郎就要过来参加训练 蜜里也笑着说 到那个时候 他要找炭治郎 迷豆子 玄迷 还有其他人都过来 大家聚集在一起品尝美食 这时 悲鸣语的呼唤 让吴一郎从那段回忆中醒来 并对悲鸣语说 他没事 因为自己已经不再是 那个内心无比空虚的吴一郎 他有想要舍命保护 和共同战斗的伙伴 还让同样身为助的悲鸣语 一起加油吧 虽然吴一郎也不知道 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说不定会在猎鬼的途中伤命 即便侥幸存活下来 自己的寿命也将在25岁走到尽头 但他却不感到害怕 并要努力活过这短暂的一生 就像顽固的哥哥一样 在冷漠的外表下 有一颗善良的心 还有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弟弟坚定的心念 这样的话 就算去到彼岸的那一天 哥哥也一定会笑着夸赞自己说 吴一郎做得好 然而 在和尚贤之一 黑死谋一战后 年仅14岁的吴一郎 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间 那一天 断道人之村的约定 也变成了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底下给我评论留言 喜欢木木的 别忘了订阅点赞哦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的更新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